自台湾6月15日扩大开放接种新冠疫苗后 全台各地频频传出接种阿斯利康新冠疫苗后猝死的事件 截至22日下午已有119例 导致岛内出现必打阿斯利康疫苗的情形 因而对于其他疫苗的呼吁更加强烈 蔡英文21日在接受岛内新闻主播张亚琴视频访问的时候 被问到当局授权鸿海台积电去洽购BNT疫苗 是否跟上海复兴签约确认 蔡英文对此回应称 在疫情变得比较紧张的时候 当局用尽所有方法和管道 希望能够拿到更多疫苗 任何厂牌或是任何方式 我们都愿意去尝试 我的立场很简单 我们要能够拿到最多的疫苗 让我们在最短的时间拿到 同时我们基本的立场都可以得到基本的尊重 对此主持人追问 跟上海复兴签约是不是没有问题 蔡英文表示 只要这三个原则下来的话 反正要经过你上海复兴 我们也无所谓 我们要的就是疫苗 是这样子吗 民众需要疫苗的呼声在岛内此起彼伏 台湾宋文学校总校长张亚忠 于5月31日及6月2日 分别致函台卫生福利部门 询问是否愿意接受 他受大陆台商及大陆友人之托 所捐赠的德国BNT 及大陆国药疫苗各500万剂 张亚忠22日表示 直到21日才收到台卫生福利部门的回函 函中并没有明确表达 是否愿意接受捐赠 仅重申当局以往立场 另外台卫生福利部门还在回函中表示 依据目前有关规定 大陆所生产的生物药品不准输入台湾